听说新政府里面所有有脸面的人物 都已经上了飓风队的黑名单 组织上给我下达的任务是 尽可能地向你提供这些汉奸的动向 组织暗杀行动 小公公他们有枪呢 小公公会平白五步地朝你开枪呢 知道你今天去古儿院的 只有行动处内部的人 你是觉得有内奸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行 那晚上六点 红灯笼香菜馆门口见 目标出现了 大家准备行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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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必须点两样 你刚才点的那两样 就算我点的吧 好 每样鱼都给我来一份 只求你 好的 请收到 毕丞 你可没座位了 唐先生 唐太太 这么巧 你们也来吃饭啊 是啊 可惜没座位了 跟我们一起坐吧 我们桌子大 来啊 都来了 硬走不合适吧 其实 今天是我们两个的结婚纪念日 真的 太好了 刚好我跟陈深帮你们庆祝 唐太太 你喜欢吃鱼吗 喜欢 刚好我点了一桌的鱼 这不太合适吧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跟陈深正愁吃不完呢 本来说要去吃西餐的 parentheses 什么咋了 在我们连着前面 我来看 你跟陈深帮 跟陈深帮 你去吧 是老心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人不得了 我认识你的时候是七月十五号 我们认识还不满七个月 再说了 我们算谈恋爱吗 算哪 当然算了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谭太太你说 她是不是太在乎我了 所以才记得这么清楚啊 那是因为刚好那天是鬼节 我在电影公司门口碰到你这只女鬼 不好意思 我上个洗手间 见过这么好看的女鬼吗 这不就是吗 见过吗 谭太太 今天你们纪念日 谭先生送你什么了 花 花 送到行动处了吧 真是太羡慕你了 谭先生真懂浪漫 哪像我们家陈申呢 每天只知道剃头 你说她要是只给我一个人剃头吧 我也挺高兴的 可是 你说 她好像 跟全世界女人的头发都有关系似的 好 我去洗手间 你昨天没受伤吗 我是行动处的福将 昨天刚遇刺 今天还敢出门 胆可真够大的 玫瑰花 挺漂亮的 但也不是我收到的最美的礼物 谢谢你老师 这是我收到的最美的礼物 我能坐你旁边吗 嗯 来 我没想见 你应该怎么能干呢 你便宜了 你也不想来 你影响到的 我现在年轻是 上菜了 小心 等等 这鱼好像没做手法 我太太肠胃不好 不能吃家生的东西 拿厨房重新做去 好的 先生 等等 喂 喂 小心一点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没事 没事 陈队长是叫刚才那个伙计吗 没事 我本来 是想让他再拿一碗那个朝天椒给我的 没关系 等他过来的时候再给我也无妨 好嘞 还嘞 好嘞 还嘞 好嘞 是这样子啦 好嘞 好嘞啊 多吃菜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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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 我看来 After Motion 好嘞 喝 millions 好劝 你为什么非要抓住陈申不放 我奉命收集 上海大小寒奸的名录 这么多识恶不赦的人 你为什么非要先杀陈申呢 你知道你的感情用事 会成为我们的软肋吗 这就是你杀害她的唯一理由 唐山海同志 你不要再为你的嫉妒找借口了 你入戏太深了 我们两个只是因为工作假半夫妻 至于我喜欢谁 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请你不要公报私仇 我怎么公报私仇啊 名单上这么多汉奸 全都是要刺杀的目标 毕中良昨天被行刺 也是陶大淳干的 我针对陈申什么了 我承认我自己 不是一个合格的特工 但我是一个有良心有感情的特工 我不相信陈申就是真汉奸 万一 只是他信仰不够坚定 或者 他只是在毕中良手下混口饭吃 他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他甚至 是可能被我们测凡的对象 你疯了 我就是害怕你有这样的念头 我才把陈申写在上面 测凡他 陈申有什么可测凡的 他能在行动处坐到这么高的位置 他就不是一个混饭吃的草帽 你还测凡 你自保身份就是自掘坟墓知道吗 为什么不能测凡陈申 如果能争取到陈申 将会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之前成功测凡的案例又不是没有 你不能因为害怕风险 就固步自封 总之 我不同意你把陈申写到这份名单里 也请你立刻通知陶大淳 停止对陈申的刺杀 否则 我拒绝再与你做搭档 明天我就向上级发报 汇报你这份名单 还有你擅自行动的违纪情况 她是个单纯的姑娘 我看得出来 你是在故意伤害的 多好的姑娘 我就想你 带着我和你哥的理想 好好地生活下去 战斗下去 我想跟你说 你永远是我老师 永远跟我站在你 上菜了 小心 小心 好 你要的档案都在这儿了 你在这儿看吧 我下楼一趟 那不好吧 处理有规定 别人在翻阅档案的时候 你必须在啊 就在楼下大门口 这处理呢 除了老毕 就是你最大 今天老毕不在 你可别卖了我啊 那可不一定啊 你要是不贿赂我一下 没准我还真把你给卖了 陈队长 讨厌 行了 我去去就回 行 行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喂 行 行 在门口了 我现在就下来 我去去就来 好 没呢 老家带什么好吃的 这么一大袋 你帮我拿进来了 还是扁头贴心 你那个手伤怎么样了 好了 我得显得严重点 好让我们头儿觉得我拼命 是吧 你们头儿人精一个 也就他装作不知道 我去的 远涛 你一会儿先帮我拿到办公室 我去一下厕所 好 就放进门口了啊 你们头儿在里边呢 你直接进去就行 好嘞 头儿 头儿 你在里面了 头儿 开门 头儿 头儿 你来干吗 刘美娜让我把东西送进来 进来吧 干吗呢 头儿 那我半天没开门 怎么着 等久了 跟你说人对不起啊 不是 头儿 上次咱们抓那 金灯留人小组 不是说有批奖金吗 上晚什么时候 你俩聊得那么开心 聊什么呢 扁头 他惦记你那口袋里 装的什么好吃的 看 赶紧过来打开 都是老家的土特产 山核桃 红枣什么的 你俩一会儿多分点儿去啊 好嘞 我的钥匙呢 不对啊 我记得我刚刚带出去了的 是不是落厕所了 扁头你帮忙找一找 不可能 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在这儿啊 不对啊 我记得我刚刚出门 你看我这脑子 掌脑子 从京方面 军统接药处的主任 唐尖尔 说不定 他就是帮这个信条的乌鲁 试着一出固扰剂 你说他们 总不会杀进行动处来吧 说得对 这两份档案我要外借 好 你来填个单子 好 多拿点 嗯 你要的麻雀的档案 你说抓麻雀是有期限的 这眼看日子就要到了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这也不是我一个行动厨 能办得了的事情 大不了上面怪罪下来 总部的人一起吃生活喽 一会儿我就去一趟烟馆 这个月的份子钱又该拿了 好 拿了钱之后 给你嫂子买两根野善善补补身子 知道 怎么了 还有事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主动跟我讨任务 不是你的做派啊 不是 是逃难 逃什么难啊你 昨天晚上 跟李小楠去吃饭的时候 那个杀手又出现了 那是之前那个人吗 问你 既成是吧 九成是吧 他没对你下手 本来 大概是要动手的 可是刚好唐队长和唐太太 也来到这个饭馆 正好因为客满 我们就坐在了同一桌 你说的是唐山海和续皮城吗 对啊 我觉得那个杀手是因为我们人多 怕之后没有办法全身而退 所以临时就撤了 唐山海之前知道你们要去那儿吃饭吗 当然不知道 那你觉得这纯粹是巧合吗 你觉得唐山海跟他们是一伙的 是吗 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 我倒觉得不是 你想啊 如果唐山海要是和杀手认识的话 他应该不会出现在那儿 避嫌嘛 对吧 所以你赶紧想一个办法 找一个秘密任务 让我暂时躲起来 别让别人找到我 秘密任务又不是没有 问题是我说了算吗 从毕中良的话中 陈神确定 一定有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 正在进行 其保密级别 并不是自己能接触到的 会是宰相说的 日军的罪恶计划吗 陈神需要设法求证 要不然你暂时在行动处处吧 不干 没女人 没排毒 我才不干呢 还不如死了算了 那你就死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马上把原话告诉嫂子 说你不管我 让我去死 看她怎么收拾你 小子了 别在你嫂子面前乱讲话 听到没有 你不想要 陈队长 唐队长 出门啊 对啊 昨天晚上让你那么破费 实在过意不去啊 昨天不应该抢 唐队长风头的 再加上昨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 可是那一桌子菜 都是李晓楠点的 如果真的让唐队长 讨药包的话 有点不好意思 这么说话 太见外了吧 其实我是想跟唐队长 套套近乎 要是太客气了 那才见外呢 只有我们俩相互欠了人情 还不当回事 那才是自己人 是吧 说得对 改天你请我 一定 走了 走 这是毕老板这个月的份子钱 升哥 我有事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 华老板手底下 有一个叫吴隆的人 你知道吗 吴隆 好像有点印象 是个左撇子 对 就是他 怎么了 有一天我在仓库里打盹 然后我就听见这个吴隆 和另外一个人在说话 说是这个人要运一批 烟土过来 吴隆准备绕开华老板 自己干 本来我是不想挡别人的财路的 但是我听说这个人 是重庆方面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跟你说一下 紧急着我 有个重庆方面的人 正在闭闭开会 把他们全都拿下 走 重庆方面军统接药处的主任 唐扎海 刚从重庆过来 毕人初来乍到 一点真面理 总是要待着 你听清楚了吗 错不了 你把这个乌龙找出来 但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 行 明白 至少 伤哥 人来了 陈队长 您找我 之前你在黑市 帮毕老板处理了一批私货 做得挺干净的 现在这年头 谁不为自己在哪儿私房钱 毕老板就给我办 那是新的过火 所以一定要办得干净啊 那你知不知道 老B最近一直在找一个 撕饭烟土的军统 怎么 你现在连老B的货 都敢私吞了 不不不 陈队长 这我呀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B老板也想这批货 老B要不要这批货 这都是华老板的生意 你小子暗度陈仓 胆子不小啊 这 陈队长 陈队长 我真的不知道 陈队长 你千万别 告诉华老板 华老板要知道了 我就没活路了 那就要看你 懂不懂规矩了 行 陈队长 直点 起来说吧 陈队长 你一定要抱抱我 一定要抱抱我 那个军统的底细 你知道多少 我就知道 那个人叫刘三木 他有个弟弟就在军统 好像叫 叫什么 对 叫刘三金 最近被你们的人给抓了 我听刘三木说 军统的人早就知道他们在犯大烟 一直在统计他们 这次知道他们来上海 故意走了消息给你们 来借刀刹人 还好刘三木提前得到了消息 得以逃脱 现在正着急想把大烟出手 早点离开上海呢 刘三金这个名字 我试听说 秦深记得 那是他奉命抓捕的军统六人小组成员之一 而这个军统六人小组 正是初来乍到的唐三海 送给汪伟的礼物 几乎一瞬间 陈申就迅速做出了推测 军统欲处贪腐六人小组而后宽 故意让唐山海出卖他们 借刀杀人 借花献佛 以便让唐山海在特工总部 站稳脚跟 陈队长 这个事呢千万别告诉华老板 还有 毕老板那边 你也替我说说好话 我乌龙一定中心 什么时候交货 明天下午三点 流氓码头 都不太熟熟了 请留人赶紧 相簸 早里 底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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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两分钟时间 必须完成 五分钟 两分钟发明单 三分钟我要向上去汇报 你擅自行动的危机行为 你干什么 你跟我撒气不要紧 但是不能拿发报的事开玩笑 一旦北王伟发现了 亲自影响工作 重则暴露身份 我没闹 你擅自行动的时候 没有考虑过暴露我们两个 我现在多发报两分钟 我们也未必能丢了性命 好 我为我上次的鲁莽行为 向你道歉 不是向我 是向组织 你就是我的组织 我的上级 监督员 你保证 你保证 以后任何行动 都要事先向我知会 所有的情况 都要向我报备 保证 关于陈深是否是自己人 是否能被策反 我们都要向上级反应和求证 行 一切听阻止的 只有两分钟 来得及吗 我当时在黄埔十六期的时候 哪个项目都不行 就是发报全班第一名 由于广州 增加工具 草莓 鸡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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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记住 明天下午三点 会有一个叫刘三木的 在六号码头出手那批 重庆来的烟图 你是谁 你别管我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刘三母是刘三金的弟弟就行了 谁的电话 你刚答应过我 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向我报备的 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沈哥 电话打完了 都按照你交代的做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像他这样训练有素的人 你也跟不住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静观其变吧 跟那上你就跟呗 你不是说盯不住吗 如果他想刻意甩掉你的话 你就不要再跟了 行 明白 陈身很清楚 要证实唐山海的真正身份 这是一个极好的试探机会 假如唐山海是真投诚 那么一旦他得知 军统上有漏网之余 一定会请示毕中梁 带行动队出发 抓捕刘三木 如果他是假装投诚 真潜伏 那么他必定会私下出去 刘三木 以免万一 以免万一 刘三木落入汪位之手 供出六人军统小组 实为军统追杀对象的秘密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我就是想帮你一点忙 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分析分析 好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 刚才那电话是谁打的 我觉得 应该是帮我们的人 不然他直接告诉毕中梁不就完了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我倒觉得 是毕中梁在故意试探我们 你想 如果是毕中梁的人 故意给我们这份情报 我们收到了情报却没有上报 说明我们是什么 山海 这么长时间了 他还怀疑我们 沉申玉子那天毕太太也在场 有可能是这件事情 挑起了毕中梁的神情 还不是怪你鲁莽 毕成 要不你先走吧 万一我们真的暴露了 我一定不能让你有任何危险 我不走 正如你所说 如果毕中梁怀疑我们 那我就更走不了了 你说得有道理 你说得有道理 有可能是我想得太复杂 如果毕中梁真的怀疑我们的话 抓住刘三木直接审就可以了 何必搞得这么复杂呢 那照你这么说 这个人 真的是想帮我们的人了 应该是吧 我会联系到陶大春 让他把事情搞清楚 别担心 沈哥 你说我们静观其变 就是在这儿观到天亮啊 不会 蹲到他们出门就好 他们会不会出门呢 要不我们俩打个赌 我不赌 每次都是我输 你算得那么准 那这样吧 我们赌他是一个人出门呢 还是带着他老婆一块出门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一个人出门 我赌他们是两个人出去 一百块 怎么样 成交 我现在要赢了 再出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吧 你把门终关好 早点睡吧 你想想 如果我一个人出去 你在家能睡得着吗 再说了 你跟陶大春联系 对我来说也不是秘密了 别拿我当外人 走吧 伤哥 那我们接下来个怎么办呢 两条腿比不上四个轮子 走 吃家意 我请客 这不是 这不是我的钱吗 毕丞 你也来了 大春 上车说话 你们前几天怎么也去那儿了 凑巧 怕毕丞受到惊吓 所以不能让你动手 毕丞 你没事吧 我哪有那么弱不禁风 我们也是关心你 关心则乱 找你来不是说这件事的 什么情况 有个叫刘三木的您认识吧 军统上海情报一出的 自从他和刘三金 被你当礼物送到特工总部后 他就失踪了 看来确有其人 你有他的下落 刘三金私藏的那批烟土 在他手上 明天下午三点在六号码头 约了别人交易 干掉他 明白 码头人多 东京亚小 速战速决 好 没问题 包括和他一起交易的人 怎么临时调你去南京呢 说是秘密宅务 这样也好 就当出去避避风头 你自己小心点啊 我走了以后 晚上你回家陪你嫂子吃顿饭 他还担心你被人追债的事情呢 你好好安抚安抚他 那我得好好圆这个谎 看能不能骗他点私奉钱 等有这本事就好了 我走这两天把队带好啊 没问题 全部拉出去喝花酒 越来越不想话 没呢 看什么呢 看得这么认真 我说呀 碧城 你跟这楼里的人都不一样 你根本就是来错地儿了 怎么错了 梅娜 你看什么呢 看相 就你这面相啊 嗯 就该待在大学校园里边 念念书 演演话剧 然后被一大群愣头青追求着 这雷叶就嫁给大学教授什么的 然后一辈子住在象牙塔里 别出来沾染人间烟火 可你呢 就偏偏跑到行动处 这种乌七八糟的地方 可惜啊 百无印用世书生 我确实神无所长 碧城 你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女人有本事没用 哎 有句话说得好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像你这种 食指不沾阳春水 就该好好还好你自己 然后找个好男人 爱死你 拼了命地疼你 就够了 在想什么呢 你杀过人吗 当然 那些人都该死吗 我是说 明天跟刘三母交易的那个人 他一定要死吗 军统的风格就是不留后患 斩尽杀绝 所以他必须死 组织不允许任何一个定时炸弹 埋在我们身边 哎 毕城 你是不是有新事啊